胡人总裁发话,詹姆斯再也不会打满48分钟了,近日胡人队总裁约翰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谈到了詹姆斯在球队中所扮演的角色,约翰逊说道,詹姆斯来到胡人队,将会与在骑士队时大有不同,以前詹姆斯总是每个回合都靠自己打,打个筋疲力竭,甚至打满整场48分钟, 而现在,我们胡人队不用詹姆斯每个回合都自己打,如今,胡人队友好的球员能自己打进攻,不需要过多去操心怎样组织进攻,这些都能让詹姆斯轻松很多,作为领袖,他要做的是领导,以及与各球员之间发生反应,可以说,这番话一针见血,从去年到今年的赛季, 詹姆斯的出手次数又创新高,达到了19.3次,仅是助攻也高达9.1次,也就是说球大多数都掌握在詹姆斯的手里,他扮演了多重角色,能从1号位打到4号位,尽管他能带领球队打败凯尔特人, 但是,想要战胜勇士队,仅凭詹姆斯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,而因为詹姆斯个人几乎包办了一切,骑士的其他球员们养成了过度的依赖性,几乎葬失了自主进攻的技能, 但是当詹姆斯到了胡人之后,一切都可以改变,胡人中除了有给力的队友之外,还有五冠王魔术师坐镇,在骑士发生的一切绝不会再次在詹姆斯身上上演, 而魔术师的这番话,也提示其他球员,个人必须具备自主进攻能力。